小鴨 我上次介紹過小鴨 請看連結 現在就是介紹小鴨的下一代就大鴨 2013、14年之後改款後的Yaris叫做大鴨 這是我們做車友人的統稱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它是 好 它就是大鴨 我也幫我們介紹 那我們這台的配備比較特別就是 它算是我們的豪華版 所以它有iKey的Pushy Start 那門外呢當然就是還有我們知道的Moment解鎖 Moment解鎖也不一定是每台都有 有些人它只有單純iKey 然後沒有Moment解鎖 那Moment解鎖對女生來講 我覺得是很加分 尤其是你們包包一座控制的時候 有的時候鑰匙不用在那邊撈 好 就可以直接上車 那再來就是它還有恆溫空調 跟這個都共有方向盤 那小鴨跟大鴨 兩台車開起來 我個人覺得操控性還是差不多啦 但是大鴨的空間 過名思義 它的空間就是稍微大了那麼一點 那也因為車體變比較寬的關係 所以它在過彎上的穩定度來講 也會比較加分 那並不是要叫大家開Yaris去尬起來 只是說它的穩定度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喔 一點點 一點點CUV的味道 什麼叫CUV 就是以前我們比較大台叫SUV 小台叫做CUV 那常見的車型CUV就有 像CX3啊 CHR啊 HRV啊 這類就叫做CSUV 那Yaris 它這一代開始就有一點點那樣的味道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配備 它都選擇 其實沒有講 然後整合式的影音 這些新車都是要加不少權 我們現在再試一下它的爬坡能力 轉速還是稍微拉高 畢竟它1.5而已啦 1500cc 在爬坡的時候多多少少會有一點費力 但是我的感覺不會像以前那個小鴨 油門的深度它的成分 那這一代來講 它又有改款的引擎 那變速箱是差不多的 油耗也都差不多 只是說空間上還有操控性來講 它都一定程度的提升 引擎一樣是VVTI的省油引擎 然後我們已經認證完了 這邊有個夜市認證的標章 這邊 那這一台也是原版件 螺絲都沒有拆 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這一代啊 它這一代 葉子板跟我們的引擎蓋 它是等於是同樣的距離 所以基本上啊 有換過引擎蓋的 如果啦我們沒有啦 有換過引擎蓋的 我們都會比較擔心它大量的部分的溃縮空間 目前的里程 88954公里 那我們看它的側邊 車頭就比上一代 上一代比較圓 然後比較小 它這一代比較寬扁 比較霸氣的感覺 然後它那個T型水箱護照 它這一代的Vios跟Yaris 都是做類似這個車頭 那在後視鏡看起來 就比較乖張 比較霸氣的那種感覺 然後側面的部分 它是鍍鉻的一個手把 那這邊就是摸門解鎖 我們剛剛提到的摸門解鎖的部分 我個人的感覺啦 我個人的感覺 有比上一代寬啊 那有喜歡這台車的朋友 歡迎來我們降乘的機車看車 對影片有興趣的 也請點讚 訂閱按分享 實在就是SUM